听观呼吸的心法觉得很好 不听自己做的效果没那么好 回家之后我下载 每次听着依照这样的方法打坐 这样会养成依赖性吗 这样可以吗 这个就是希望大家 体会一点 当我们还不会开车的时候 需要请教练来协助我们 不会开车的时候 我们在教练场里面练习 旁边都会有教练来指导我们 陪伴我们 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是要免疫自己 早日学会开车 当你真正学会开车的时候 教练不需要在旁边的 这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很轻松的开车 所以不用担心说养成依赖 当你还不熟悉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可以参考着